我是桑梅娟 今天走可愛路線 沒有戴過帽子 第一次戴 因為這是一個姊姊送的 她等一下會來 所以我一定要戴這頂帽子 新年快樂 其實我們可以輕鬆一點嗎 不然我也會跟著緊張 我唱排框組不調的 然後也是唱部落的林邦歌曲 就是在早期 現在大概五六十歲的年輕人 在早期的時候 在唱的一些歌 他們在山上工作的時候 他們就會拿著一把吉他 想念他們的家裡 有時候他們就自彈 自常唱了很多很好聽的歌 那我也會唱一些我自己的創作 我帶來的第一首歌 每一次過年的時候 我會特別想念我的媽媽 因為其實每一次過新年的時候 在部落裡面是非常熱鬧的 然後就會有很多人跳舞 或者是結婚這樣 那我的媽媽都會把我打扮得很漂亮 然後我到時候跟人家講說 這是我的女兒 所以我最近寫了一首歌給她 叫做《尹娜的寶貝》 那就是媽媽 我是她的寶貝 這樣 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 你總是喜歡牽著我的手 在部落裡到秋就懂 告訴別人我是你的寶貝 你總是喜歡把我裝扮得漂漂亮亮 到無處跟別人說 我是你的公主 過了許多年之後 過了許多年之後 這樣的畫面依然確實存在 陪著我度過無數個孤單 孤單的夜晚 那你是否看見 躲在角落裡哭泣的寶貝 你會不會想要親親 親親的安慰 那你是否看見 站在舞台上的三杯卷 綻放出來的光芒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感到失誤 你總是喜歡牽著我的手 在部落裡到處走動 告訴別人我是你的寶貝 慢慢慢慢長大了以後 部落裡的誤會一定有我 你總是喜歡把我裝扮得飄飄涼涼 到處跟別人說我是你的公主 不論許多年之後 這樣的畫面依然群星存在 陪著我度過無數的孤單 孤單的夜晚 你那你是否看見躲在角落裡哭泣的寶貝 你會不會想要親親 親親的安慰 你那你是否看見 站在舞台上的寶貝 你會不會想要親親 親親的安慰 你那你是否看見躲在角落裡哭泣的寶貝 你會不會想要親親 親親的安慰 你那你是否看見躲在角落裡哭泣的寶貝 那我是否看見躲在角落 ti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 強媽的寶貝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經驗 尤其是在祭典裡面的時候 原住民都會這樣 就是在祭典裡面的時候 媽媽都會忙著幫自己的女兒裝扮 我的媽媽就是這樣子帶我 所以我一直 每一次到有祭典的時候 我都很想念她 接下來這首歌 它叫做淡水河邊 不是台語歌 是主語歌 這是以前的一些年輕人 在山上工作的時候 他們想念她們的女朋友 或者是想念家人 他們就會拿著一把吉他 坐在樹底下 就開始祭彈之唱這樣 這是其中一首 你真的發現我代報九點五了嗎 你也不知道 是想念家人 在山下工作的時候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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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轻轻地晚上上走 我听见的声音是你在背后的 我赶紧下山去了 只是为了听到你听见你的声音 我才发现送过来的西铁是你要结婚 这个就是这首歌的歌词 我赶紧下来的歌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Kau hei yang aku ceng layan Jangan selalu ikutkan Jangan selalu ikutkan Jangan selalu ikutkan Jangan lupa like playing